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审计组的组员孔正友禁止回家,此时他还不知道县委常委会的结果。 在卧室里,他习惯性地打开笔记本,忽然发现本子里面多出了一张小纸条。 纸条上的字迹很笨重,似乎是用左手写的。 上面写着,你们查的是假账,中山东路115号保险柜里面放着的是真正的账册和平单,已经涉嫌犯罪,不要让张浩天知道,切记。 孔正友看着小纸条,是谁把条子放在我的包里呢?这件事的牵涉面到底有多大? 孔正友虽然到县监察局只有两年,却已经办了几件案子,把两位局级领导拉下马。 拿到这张纸条以后,他本能地相信这张条子是真实的,换了衣服,走下楼来。 到了办公室以后,他直接给监察局局长刘凯打电话。 刘局长,我是孔正友啊,我有重要的情况,向您汇报。 此时刘凯正在院子外面,陪几个老领导下乡棋。 文婷此言,把手中的炮一架,哎,副县长,双炮逼宫啊,你的老帅无处可逃了。 副县长是退休的副县长,因为本人姓傅,所以被人戏称为永远的副县长。 他痛快地认输,哎,这派不算啊,被你偷袭了个马,再来一看。 刘凯笑着说,哎呀,老领导啊,我有事要回办公室了,明天陪你老人家下了痛快。 副县长退休的时候啊,还没有进行公改,退休金就比参加公改的干部低了很大一部分。 看见以前手下的小年轻都坐上了小车,心里越发的不平了。 哎,你就瞎忙吧啊,烫棍在公路上跑来跑去,还用得着茶呀。 想当初,我们这些县级干部下乡,那都是走路的,你看看现在的啊,小车送到家门口,你们纪检委啊,就该出文件,禁止公车私用。 刘凯所居住的院子老干部成对,他对这些话早就有了免疫力,哎呀,老领导啊,我可是天天骑自行车上班啊,哎呀,别的局长都有小车坐,有的局连副职都配有专车。 你一个堂堂的监察局局长,居然骑自行车,太委屈了,我去跟老朱说说,给你换个实惠的部门嘛。 在易阳县,纪委监察部门配有两辆车,一辆是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前治国的专车,平时谁也动不了。 另外还有一辆吉普车,但是这车比监察局的局长更老爷,在修理厂的时间比在工作的时间长得多,昂贵的修理费吃掉了大家不少福利。 所以,既被监察的同志都非常痛恨这辆吉普车。 到了办公室,看了孔正友递过来的条子,刘凯一时也没有下评语。 他知道,易中林可是易阳的名人,与易阳的头头脑脑接触解密。 虽然易阳土厂公司这几年事情不少,反映情况的信件也收到了很多,但最终还是无疾而终。 他意识到问题不简单,沉吟了一会儿,嗯,这事重大呀,必须要给前书记打电话。 纪委书记前治国听了电话,你和孔正友马上到办公室来,通知胡佳斌一起过来。 前治国、刘凯以及另一位副书记胡佳斌轮流看了小纸条。 前治国说,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刘记长啊,您与检察院联系,务必在今晚按程序搜查中山路115号。 前书记,这易中领是人大代表啊,又是著名企业家,如果查他,是不是要跟助书记汇报一下呀? 面对着部下的疑问,前治国因为参加了常委会,知道助言的明确态度,你去准备人手吧,如果在中山东路115号查到了账策,那就立即控制易中领,还有张浩天等人。 安排妥当,前治国找到了助言,助言看过小纸条,两眼放光。 前书记啊,这事办得好啊,迅雷不及掩耳嘛,务必将证据拿到手,务必将相关人员控制住。 前治国一脸的放开,哼,这次算是挖到了一窝亲世国有财产的硕属啊。 前书记啊,易阳土产公司是典型的公司家农户,如果保持当初的发展势头,就算与四川的茯苓榨菜相比,也丝毫不会逊色。 可惜出了这么一窝硕属啊,查试以后,一定要严惩,绝不姑息。 前治国此时还有顾虑,因为马友才与易中领的关系非同一般,但是在助言和马友才之间,他选择了助言。 组织搜查中山东路115号,是他作为纪委书记的应有职责,同时也是他对助言的政治表态。 侯卫东虽然在乡镇政府混了一段时间, 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副镇长,也有实践的经验。 可是,论起玩弄手腕,他还太难了。 前治国对于小纸条事件的处理,融合了对当前刑事的判断,来来回回动了多少心思, 侯卫国暂时还是不能体会到的。 所以在侯卫东的眼中,前治国就是一位大胆开展工作,勇于承担责任的纪委书记。 在前治国的布置下,纪委检察院干部以及公安民警依法将中山东路115号封锁。 经搜查,在房间里找到了一个保险柜。 千方百计将保险柜打开以后,里面有领导的批条,有重要的借据收条,还有两年的账册。 好些条子里,都有县长马有才的签子。 检察院的人拿到这些东西,脸色凝重起来。 百宁副检察长倒吸了一口冷气,心中暗暗琢磨着。 就凭这些东西,易中林肯定是完了,恐怕易阳县政府也要来一场地震呢。 前治国接到电话以后,感觉自己赌对了,再次拨通了助言的电话。 听说查获了大量的物证,助言双眉一条。 我同意纪委的意见,由检察院接受。 这个案子政治性强,要在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 钱书记啊,你恐怕亲自要到检察院去交代政策了,有什么进展要随时跟我汇报? 县委办公室侯卫东做我的联络员。 助言定下了调子,钱治国就带着侯卫东连夜来到了检察院。 检察院检察长李渡已经五十来岁了,头发花白,瘦得很是精神。 钱书记啊,检察院坚决按照助书记的指示办理,抽调精兵强将,成立专案组。 由柏宁同志为组长,立即开展工作,进展情况,随时报告给纪委和县委。 说到这儿,他见侯卫东坐在一旁,又特别加了一句, 白检啊,你要随时给侯密汇报啊。 检察长和法院的院长,那都是属于县级领导。 侯卫东很有分寸,连忙说,哎,李渡,您别这么说呀, 你这就折杀小猴了,我就是一名联络员呢。 钱治国在旁边说,此事移交检察院办理。 案子的具体情况,就不必报纪委了。 等案子结束以后,将结论报到纪委。 纪委将根据案件的结论,对相关人员进行纪律处理。 李渡心中按道,你这个老花头, 见案子涉及到麻有才,就想躲到一边? 口里却说,哎呀,没有纪委的监督和指导, 那就没有正确的方向了嘛,纪委啊,还是要报的。 李渡对于这件事情的复杂性,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 他嘱咐着白宁,白姐啊,以后就由你与侯密随时保持联络, 一定要及时准确地将案件的进展报告给纪委。 有了纪委的支持,我们才能办好这个案子啊。 他所说的纪委,其实就是特指驻严书记, 在场的人都是心知肚明。 钱志国滑如泥丘,他手捂着胸口, 哎呀,我这会儿有点不太舒服,我先走了,有事儿再联络吧。 事情到了这一步,他的态度已经清晰地传达给了助言, 投名状已经交了出去,他也就不必再留在此地。 李渡也就不好挽留,将钱志国送到大门口,目送他上了小车。 侯卫东跟着百宁重游了检察院。 他上一次是被带回检察院配合工作, 经受了连续四十八小时的审问。 此时阶下囚翻了身, 他在检察院百宁副检察长的亲自陪同下, 到检察院来当特别联络员。 虽然是借着助言的诠释, 侯卫东还是感觉到了权力带给人的快感了。 他来到百宁的办公室, 百宁亲自给他倒了一杯茶, 然后打了一个电话。 不一会儿, 唐小伟出现在百宁的办公室。 唐小伟从商游的口中, 早就得知了侯卫东现在已经是助言的秘书了。 此时骤然见面, 神情还颇为尴尬。 百宁知道这段往事, 也不点破。 唐科长是检察院办案的能手啊, 多年的先进工作者, 这个案子由唐科长具体办理, 今天先由唐科长给侯秘书汇报办理此案的思路吧。 侯卫东再次谦逊地说, 哎, 白姐, 你千万别说汇报啊, 我只是个联络员。 唐小伟还是按照给县委汇报的架势, 将办案的思路说了一遍。 侯卫东没有对办案思路进行评价, 他只是说, 呃, 助数据特别交代啊, 此事涉及面很广, 为了易阳的安定团结, 要特别注意保密, 办案人员要精选业务素质强, 政治觉悟高的同志。 百宁在旁边说道, 这个事啊, 李简已经交代了, 这个案子除了给助数据汇报以外, 对外严格保密。 随后, 易阳检察院的李渡, 百宁, 唐小伟等人和侯卫东齐聚会议室, 几个人都是打烟鬼, 将屋子弄得烟雾缭绕, 他们一边等着专案组的消息, 一边讨论着案情。 唐小伟的业务能力其实还是很强的, 虽然时间很短, 他还是抓住了重点。 哎, 你们看啊, 这些账本反应的问题可谓是触目惊心啊, 我举一个例子, 顺发公司多次与易阳土产公司发生交易, 以极低的价格买了土产公司在领西的门面房和房产, 光是领西的这几笔交易, 按市价来算, 土产公司就亏了上百万啊, 沿着顺发公司这条线去查, 绝对有大余啊。 底度眯着眼睛, 并不急于表态, 老白啊, 你弹弹看吧。 百宁又抽了好几口烟, 又在烟灰缸里把烟暗灭, 红条冷风, 像烟灰吹得乱飞, 他又拿起茶水, 倒了一些在烟灰缸里, 把烟灰浸湿, 这才开始说话。 账本暴露出来的问题确实很多呀, 足以让易阳县政府出现危机了, 我们必须慎之又慎, 找出确实可靠的证据, 哪怕是很小的证据啊, 只要能固定下来, 我们控制易中灵等人的理由才充分嘛, 才能为下一步的侦查创造条件。 这个案子因为涉及到了县长马有才, 并且由于有县委书记秘书侯卫东在场, 百宁并没有把话点得很透, 但是在座的所有人都听得很明白。 晚上十一点, 各组人员相继回来, 只是在易阳宾馆找到了最熏熏的杨卫格, 易中岭、李虎、财务主任等关键人物, 却如凭空蒸发一样, 家里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去向, 手机也完全关键。 检察长李渡没有料到是这种情况, 听说从访捐厂带回来杨卫格一个人, 气得拍了桌子,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嘛, 这么多人总要在易阳露面, 你们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在这几个人落脚的地方给我守着。 说完他对侯卫东说, 哎呀,今天只能这样了, 有什么新情况, 我随时通你联系啊。 等部下离开以后, 李渡暗自猜测, 今天的行动很迅速, 没有道理会扑空, 难道有人通风报训? 那, 这个人会是谁呢? 是专案组的人吗? 侯卫东离开检察院的时候, 唐小伟跟了过来, 主动说, 侯卫东说, 有车没有啊? 侯卫东来的时候是跟着钱志国来的, 此时钱志国走了, 他还真没有车, 侯卫东就说, 没有车啊, 唐小伟热情地说, 这样吧, 我开车送你啊。 在车上, 唐小伟尴尴尬地说, 侯卫啊, 以前的事啊, 对不住啊, 我请你吃夜宵, 侯卫东大肚地笑道, 没事, 这叫不打不相识嘛, 心意我领了啊, 看完了, 咱们下次吧。 唐小伟的态度很诚恳, 我已经约了商局长了, 就我们三个人, 大家续续。 听说公安局商游局长出面, 侯卫东点了点头, 好吧, 恭敬不如从命了。 侯卫东与商游唐小伟治国夜宵, 一个人回到家里, 想起今天一天发生的事情, 侯卫东很有些感叹啊, 这个祝言看上去文质彬彬, 可半起事情, 还真是雷厉风行啊。 跟随祝言的时间并不长, 侯卫东也并不了解, 祝言与县长马有才到底有多深的矛盾, 此时自己身不由己卷入了表面平静, 却急流涌动的暗河, 这让侯卫东暗自心惊。 在小纸条事件的第二天下午, 县长马有才来到了沙州, 悄悄与土产公司总经理义中领见了面, 义中领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 马县长啊, 祝言可是把土产公司往私里整啊, 您无论如何, 得说句话呀。 马有才心里很生气, 检察院在晚上查抄了一阳土产公司, 他居然在今天早晨才知道。 被查出来什么东西啊, 你这么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也没什么东西, 就是这几年所有领导的批条, 也包括您的批条, 还有一些借据, 还有这两年的真实账目啊。 马有才一股火气升了上来,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啊, 办事情要光明正大, 你搞两本账干什么呀? 我的几张批条? 什么批条? 义中领心中暗道, 不留几手, 谁知哪天就被卖, 可是表情上还是很沮丧, 哎呀, 马县长, 去年常理搞记改, 哎,方案不是您签字同意的吗? 原件就放在里面。 还有, 去年我们常理要扩建厂房, 滑坡土地的报告签字也在这里面。 马有才听他这么说, 这些报告不是很正常吗? 都是通过府办交接的, 你怕什么呀? 保险规律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这些年, 一阳土产公司效益不好, 有些中层干部啊, 需要用钱救急, 向公司打了借条, 也在保险柜里。 借条? 有多少啊? 不太多, 我记得十几个干部一共一百多万吧, 为了怕群众有意见, 我们就把账给冲平了, 但是内部呢, 还是掌握了借条的事, 正在逐个的催款呢。 马有才脸色黑青, 他指着易中领的鼻子骂道, 易中领啊, 你是多年的老厂长了, 你怎么会干这种事情啊? 凭这件事啊, 你足够进了检察院了。 其实易中领还有很多话没有说, 除了这些东西, 许多隐秘的交易凭证, 也被检察院搜去。 易中领当了七八年国有企业的厂长, 劳了不少钱, 早就一门心思想跳出来当干。 他利用在农村远房亲戚的名义, 在沙州注册了一家私营企业, 名为顺发公司。 顺发公司与易阳土产公司做了不少生意, 当然, 都是顺发公司占了大便宜, 易阳土产公司赔钱赚腰火。 他的算盘打得很精啊, 那就是等到易阳土产公司正式破产, 他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去做顺发公司的老总, 成为民营企业家, 成功地完成私有化的过程。 易中领在旁边挑拨道, 马县长, 这几年市场竞争太激烈了, 铜杆菇罐头严重滞销, 效益是越来越不好, 这是体质的问题啊, 怎么能怪到我们头上啊? 这一次啊, 这明着是针对我, 其实那是有些人想对你马县长下手啊。 我还听说朱颜还将他的秘书派到了检察院, 去督办此事啊。 哼, 身子正不怕影子邪吗? 朱颜想通过这件事来弄倒我, 只怕没那么容易吧。 马有才抽了一支烟, 心情渐渐地平稳了下来。 虽然他这几年从土产公司先后拿了一百多万, 可是两次拿钱都是点对点的交易, 一次还是在美国, 他相信没有任何把柄留下来。 而报告上的签字, 那算是正常的披荐, 检察院就算拿到手里, 也没有多大的用处。 可是很快, 他又烦躁不安起来, 如果易中领真的出了事, 那对他的影响还是不小的, 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 老爷啊, 我知道你胆子大, 你跟我说实话, 除了这几件事, 还有什么谋逆啊? 易中领轻描淡写地说, 这两年的账本都在里面啊, 包括美国的五万美元, 账上都能反映出来, 还有伯母在上海治病的单据, 我也保存在里面了。 马有才气得直咬牙呀。 易中领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哎呀, 马先长了, 我大意了, 我以为把这些材料单独放在一边, 没什么问题, 谁知道假贼南方啊, 肯定是有人告了密啊, 如果查出这人是谁, 我非撕着他不行。 马先长, 你放心啊, 我也不是吃素的, 我有办法将这事摆平, 我一某一生好交朋友, 总会发挥点作用吧。 你, 你先去躲躲吧, 别再杀热露面了。 义中领高深莫测地笑了笑, 把现长夺虑了。 凌晨四点, 一条黑影出现在检察院的五楼, 来到放置专案组文件的房间, 黑影轻车熟路地用钥匙开了门, 首先摸索着将窗帘拉上, 又打开了存放着图产公司物证的木柜子。 凌晨四点钟, 一条黑影出现在检察院的五楼, 来到放置专案组文件的房间, 黑影轻轻熟路地用钥匙开了门, 首先摸索着将窗帘拉上, 又将存放着图产公司物证的木柜子打开。 他用手电照了照文件, 确认无疑以后, 将文件全部放进了背包, 又从其他柜子里取过一些文件, 放进了这个柜子, 然后他取出一个苏质小酒壶, 倒出里面的汽油, 随后点燃了一只小蜡烛。 等蜡烛的火光稳定以后, 这个人就小心翼翼地 将蜡烛放在了文件柜里。 看着燃起的烛光, 他迅速地离开了房间。 这只小蜡烛燃烧的时间, 他多次做过实验, 当他回到办公楼对面的住房, 在窗子边站了十分钟以后, 就看到五楼的火光映红了窗帘。 刺耳的电话铃声, 将侯卫东直接从梦境中拉了起来。 什么? 检察员的证据被烧了。 侯卫东如火烧屁股一般, 猛地从床上跳了起来, 酒机的楼梯两步就窜了下来。 汽车点火以后, 轰轰的马达声让他清醒了过来。 车子到了沙州学院的大门口, 大门口的宝卫正坐在椅子上小睡, 听到汽车喇叭声极不耐烦。 他出来以后, 见是经常出入的那辆皮卡车, 骂骂咧咧地说, 这么晚还出去啊, 搞什么搞嘛, 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侯卫东从车窗里扔出一支烟, 哎呀, 我有急事, 麻烦你了啊。 宝卫借着路灯光, 见是一支焦紫烟, 心里的火气消了三分。 他一边把杆子往上台, 一边问道, 我看你经常在这里出镜啊, 你在哪里工作啊? 我在县委工作, 宝卫看着那辆皮卡车, 我在县委当过宝卫啊, 县委没有皮卡车。 这个宝卫抽着烟, 慢条思理地聊着。 侯卫东此时哪里还有心思跟他闲聊啊, 他亮出了工作证, 我在县委办工作, 这是工作证, 你看不看啊。 宝卫很熟悉这种红本本, 态度立刻转变, 哎呀, 你们当干部也真是忙啊, 这么晚都要出去, 晚上啊, 我得把铁门关了, 到时你叫我就行了, 我姓黄, 你叫我老黄啊。 侯卫东又扔了一支烟给老黄。 凌晨四点左右, 易阳县城早已失去了白天的喧嚣, 除了路灯和几座高大建筑孤零零的轮廓灯, 城市陷入了黑暗之中。 侯卫东几次取出手机, 翻出住院的电话, 随后又放弃了。 如果在凌晨把住宿记吵醒, 汇报的信息又不准确, 那会让人很难看的。 眼见为实, 耳听为虚, 这一条绝对不会错。 检察院五楼, 站满了神情紧张的检察官。 李渡也是从床上被惊起来的。 衣冠不整, 头发凌乱, 站在最前面, 目光就如利剑一样盯着被烧毁的资料柜。 资料柜是老式的后世木柜, 里面装的全部是纸质文件。 这一场火烧得格外的猛烈, 木柜变成了黑炭, 里面的文件自然灰飞烟灭, 外围的一位检察官, 见侯卫东朝里面使劲地挤, 就把他拦住了。 你是谁啊? 在这挤什么呀? 侯卫东说道, 我是相伟办的。 李渡听到侯卫东在外面的声音, 连忙喊道, 侯秘书啊, 快请进。 借着门外的灯光以及几只电筒光, 侯卫东把里面的情况已经看清楚了。 他借过身旁一位检察官的竹杆, 在灰烬中捅了几下, 回头对李渡说, 李浅啊, 证据全在里面吗? 看到李渡的脸色, 侯卫东没有再痛了, 他把竹杆还给身旁的人, 这给助数据汇报这事了没有啊? 李渡连忙说道, 我先给你和纪常委打了电话, 想听听你们的看法, 暂时还没有给助数据汇报, 纪常委啊, 已经在路上了。 听到纪海洋要来, 侯卫东又把手机放了回去, 他没有多说话, 只是静静地坐在被焚烧的档案室里, 等着纪海洋。 七八分钟之后, 纪海洋出现在了检察院的五楼, 他是坐出租车过来的, 一路快步, 上了楼还在喘息, 李渡啊, 怎么会这样啊? 这, 这可是你们检察院的档案室啊! 李渡颇为难看, 我, 我们正在调查此事, 刑警大队也来人了。 纪海洋在县委办当了四年的主任, 他最清楚马有才与祝颜的矛盾以及纠葛, 心中暗暗地想, 如果祝书记知道了这件事, 肯定会给你李渡记上一笔的。 他搓了搓手, 这事太重大了, 就算再晚, 也得通知祝书记啊。 打通了祝颜家中的电话, 纪海洋简明额要地汇报了此事, 祝颜追问了一句, 是不是所有的证据都被烧了? 是, 是所有的证据。 那有没有复印件呢? 没有。 祝颜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 明天你让李渡到我办公室来。 说完, 就挂了电话。 纪海洋听着电话里传来的嘟嘟声, 苦笑了一声, 李渡啊, 祝书记请你明天到他办公室去一趟啊。 李渡的年龄也老大不小了, 他心里没有再往上升一级的想法, 只想在一阳再干一届, 如果能再干一届, 在57岁转入非领导岗位, 休息三年就退休, 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如果让他刚满50就下来, 那就意味着他要以调研员的身份 在检察院待上近十年。 十年啊, 满场的十年。 李渡失神的咳嗽了两声, 神情一下子就老了五六岁。 过了一会儿, 他对白宁说, 你陪着李大队好好查案子吧, 明天早晨七点, 准时到我办公室来。 侯伟东听到李大队三个字, 四处忘了忘, 果然见到李建勇也站在一旁, 正在和一些人低声交谈着什么。 李渡有些失神地回到家中, 直接进了卧室。 他没有洗漱, 直接上了床, 脑海里一遍一遍地 转动着百宁, 唐小伟等人的面容。 这些人平时人抹狗扬, 忠心耿耿, 可是谁会是内奸呢? 其实土产公司的这个案子, 原本极为普通, 只是由于涉及到了 县政府的高层官员, 就变成了大案要案了。 李渡很注意保密, 除了专案组以外, 检察院的其他同志 都接触不到这个案子。 他听到起火报告, 心里就十分明确地断定, 纵火之人, 一定是土产公司专案组的成员。 能进入土产公司专案组的人, 全是他认为的心腹啊。 但是人心隔着肚皮, 这个纵火的心腹 将检察院的重要证据毁于一旦, 回去的, 或许还有他理度的检察长生涯。 侯卫东陪着季海洋走了出去, 季海洋问道, 你是怎么来的? 侯卫东说, 我开这辆皮卡车。 好吧, 你送我回去, 我们聊一聊。 上了皮卡车, 季海洋没有废话, 直接问道, 你怎么看这事啊? 肯定是有人纵火呀, 应该是内鬼。 谁是幕后的指使者呀? 侯卫东想也没想脱口而出, 这很简单, 幕后指使者肯定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嘛。 季海洋深吸了一口气, 这事儿起于一次偶然的调查, 毁于一场蹊跷的火灾,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明天太阳还是照常升起啊。 到了家门口, 季海洋突然问道, 你早晨没有去接朱书记吗? 啊, 以前去接了, 上个星期朱书记说他早晨不用接, 我就没有去接。 季海洋的脸色不太好, 秘书的职责是什么呀? 啊, 你知道吗? 我们县委办每一位同志, 要尽全力为领导服务。 你是县委书记的秘书, 要求更高, 随时要留在领导身边, 随时接受领导调遣, 随时要为领导服务。 要向任林诺同志学习啊, 要有误息, 自己从脑筋想一想。 一席话将侯卫东说得面红耳赤, 他联盟说, 机长委, 我知道, 我错了, 我一定改成。 回到家, 侯卫东做了如下的总结, 看来, 领导的话不懂全信, 特别是领导的客气话。 第二天, 侯卫东早早地就起了床, 做了几十个佛生之后, 又将助言以前的讲话稿取出来, 专心致志地看了起来。 到了六点四十分, 他给老刘打了个电话。 七点十五分, 小车停在了侯卫东的楼下。 七点三十分, 小车来到了助言的楼下。 见到助言下来, 侯卫东立刻迎了上去, 接过手包, 又快步回来给助言开了车门。 由于好几天都没有来了,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偷偷地观察着助言的神气。 助言穿着白色的短袖衬衣, 干净而整洁, 面色平静。 准备五百块钱, 装在新封里, 我要去看望李永国统治。 侯卫东提醒他, 李渡检察长今天要到办公室来啊, 让他下午两点到办公室来。 李永国是随刘邓大军南下的北方干部, 在易阳县当了十二年县委书记, 又在沙州地区当了八年专员。 退休以后, 执意要住在易阳, 是易阳县最有分量的退休老干部。 如今的沙州市委书记周昌全, 就曾经是他的手下。 干修所住着的都是从县级岗位退休的老同志。 李永国是单家独户的小院子, 进了门便见到满院子的菜, 茄子、海椒、番茄长是极好, 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正在院里浇水。 李老啊, 今天我要在你这里混沌饭吃啊。 住员一进院子顿时喜气洋洋, 脸上的喜气仿佛是自来水, 只要一扭开关就能从里面流出来。 哦, 小住啊, 你日理万机的, 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啊? 李永国把水瓢放进桶里, 水瓢伴着惯性在桶中摇晃。 住员拿出信封, 塞到了李永国的手中。 每年的这个时候, 我都要来, 祝您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啊。 李永国是孤儿, 十几岁就进了部队, 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生日, 当兵的时候, 随口报了一个时间就成了生日, 入党以后, 他就以入党的那一天作为自己的生日。 这个秘密, 沙州市委书记周昌全告诉过住员, 在整个易阳县, 只有住员知道这个秘密。 李永国接过信封, 呵呵地笑道, 今天我这儿啊, 只能吃素啊, 院子里的菜啊, 没有用一点农药, 是真正的绿色产品。 朱颜笑道, 上一次我到您这儿来啊, 深受启发呀, 现在城郊梦东镇, 种了一千亩无农药蔬菜, 今年啊, 已经形成了易阳的品牌啊, 占领了沙州百分之五十的市场。 听朱颜这么说, 李永国很高兴, 好好好, 我们等屋里做。 朱颜站在门口, 安排道, 小侯啊, 你帮李老浇浇浇菜, 你当了几年乡镇干部, 应该会浇菜吧? 会啊, 我当然会了, 我还会种菜呢。 侯伟东会种菜, 但是他并不是在乡镇学会的, 种菜的记忆来自于家传。 在七十年代末期, 八十年代, 以及九零年代初期, 由于物质匮乏, 工资又不是很高, 很多家庭都会在前厅后院的窄小地盘上种菜, 或者是在房顶上种菜。 侯伟东七八岁的时候, 父亲侯永贵在乡镇派出所工作, 住所后面有一大块菜地, 帮着母亲挑水浇菜, 成为侯伟东每天的必备功课。 耳濡目染, 他自然对种菜并不陌生。 侯伟东接受了浇水的任务, 他见左边的叶子已经拈头大脑了, 便提着水桶, 专心致志地开始浇起水来。 屋子里, 助言与李勇国有一句无一句地聊着。 过去的老领导, 沙州的政策, 易阳的发展, 庆达水泥厂的落户, 都是话题。 最后聊到了易阳土产公司。 易阳土产公司, 才是助言谈话的主题。 李勇啊, 今年上半年, 土产公司亏损了一百多万啊, 去年投入了四百多万搞技改, 如泥牛入海, 一点用处都没有。 现在这个土产公司, 已经资不抵债了。 铜杆孤项目, 就是当年李勇国当县委书记时搞出来的。 投产以来明冻一时, 当年就为易阳县赚回了投资。 作为县委书记, 他能够顺利当上沙州地区专员, 易阳土产公司是他的重要政绩之一。 李勇国眼见自己的心血被后来者败掉了, 心痛万分, 激动地说, 易中领这个人啊, 品质不行, 即使经营有一套, 也不能重用, 这句话啊, 我早就说过。 助言虚心地说, 当初见易中领管理水平还可以, 就抱着看一看的态度试一试, 让他继续干两年, 再加上, 有些同志坚持使用一种领导, 所以一直也就没有调整他, 前几天开了常委会, 已经把他拿下了。 李勇国当然知道, 有些同志指的是谁, 但是他没有点破, 是啊, 我就该拿下了。 助言接着又说, 半年报表出来以后, 县委县政府感到问题严重啊, 这个月, 我们派了一个审计组到土产公司, 进去以后得到了一条线索, 检察院在中山东路115号搜到不少评证和账本, 就从这些上面来看, 土产公司给审计组查的, 那都是假账啊。 李勇国的神情凝重起来, 不适应市场经济, 经营不善导致亏损, 这都可以原谅嘛, 大家搞了这么久的计划经济, 都对市场经济不熟悉, 但是搞腐败, 那是另外一回事, 性质就变了, 我们绝不允许腐败现象滋生吧。 助言却一字一顿地说, 可是这批证据, 昨天晚上在检察院被烧了。 李勇国愣住了, 随即倾金暴涨, 当断不断, 自食其乱吧。 小朱书记啊, 我一老卖老批评你一句啊, 当县委书记就要有狠劲啊, 该下手的时候, 你一定要快刀斩乱马, 对于这种害群之马, 正是要用雷霆手段的。 助言诚恳地说, 李老, 您批评得对啊, 我们正在全力针破此案, 只是有些证据被毁, 这个清查突然公司啊, 就会有很多的困难。 李勇国如今是天天种菜的小老头, 可是由于特殊的地位, 他对易阳的证据了解得很清楚, 他用一种过来人的眼光, 看着易阳两虎相争。 很多事情我不知道啊, 有些事情呢, 我也略为听说一些, 你是多年的领导干部, 全程远大, 易阳县委县政府的具体事情我不评判, 只求无愧于国家, 无愧于人民, 无愧于易阳的父老乡亲啊。 祝言一脸的正宗, 每次与李勇谈话, 我都有不少收获, 请您放心, 无论如何, 我也是受党教育这么多年的干部, 党的事业, 人民的事业, 永远放在第一位。 沙州市有三驱四县, 易阳县是第一大县, 如果县委书记和县长产生了激烈的矛盾, 周长全统治肯定是要过问的, 朱颜此次拜访, 就是提前给李勇谷打个预防针, 让他在周昌全面前能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谈完这事, 朱颜的神情轻松下来, 李老啊, 好久没有跟你杀一盘了吧, 来, 我们摆开战场, 痛痛快快地杀几盘。 好啊, 我们下棋, 等老婆子回来煮饭, 这怎么能让阿姨煮饭呢? 这些事啊, 您就放心让小林去做吧。 小林是县委办特意为李勇国请的保姆, 初中文化, 成交人, 手脚也利索, 是纪海洋亲自挑选的。 哎呀, 小林不错啊, 很勤快, 又有礼貌, 做菜的手艺也不错, 但是啊, 那赶不上我老婆子啊, 她家的祖上就是开饭馆的, 家传手艺, 你祝书记来了, 那老婆子肯定要亲自下厨房啊。 祝言笑着说, 我尝过阿姨的手艺, 那真是没得说呀, 李老啊, 您真是有好口福啊。 说话间, 两个人在台屋摆开了战场, 林用国忽然指着侯卫东说, 这是你的, 新秘说, 对, 才跟着我十来天。 嗯, 小伙子不错呀, 我一直在观察他, 他浇菜始终一丝不苟, 而且面带笑容, 从这一点来说, 这个小伙子是个实诚人啊。 此时的侯卫东已经将菜地全部浇了一遍, 背上的汗水也涌了出来, 听到祝言招呼, 就赶紧放下头走了过去。 卫东啊, 今天中午我们就在李老家里吃饭, 你和老柳都进来, 给我和李老当观众啊。 吃过午饭, 回到办公室, 任林渡正关了门在长沙发上睡觉, 见侯卫东回来, 翻身坐起。 哎, 听说见扎月失火了? 对, 我半夜就去了。 任林渡两眼放光, 昨夜演了一出好戏啊, 为电影都精彩啊。 此事对易阳的政局影响甚大。 侯卫东见神林渡的神经, 忽然意识到, 赵林是县委的副书记, 如果马友踩倒了, 他最有可能接任县长直卧。 想到了这一点, 侯卫东便将想说的话给咽了回去, 他有意识地转变了话题, 哎, 你说你还要约郭兰吃饭? 什么时候啊? 任林渡在郭兰的面前是屡败屡战并不气馁, 哎, 郭兰有事, 我改天再约他。 两个人闲扯了一阵, 下午一点三十分, 侯卫东给检察院的办公室打了电话, 请李渡检察长立刻到住研办公室。 过了十来分钟, 侯卫东走出办公室, 在楼梯口碰见了喘着粗气的检察长李渡。 侯卫东和任林渡闲扯了一阵, 下午一点三十分, 他给检察院办公室打了电话, 请李渡检察长立刻到住研的办公室。 过了十来分钟, 侯卫东走出办公室, 在楼梯口见到了喘着粗气的检察长李渡。 李渡与侯卫东握了握手, 侯卫东啊, 朱书记心情怎么样啊? 侯卫东回答得模棱两可, 朱书记正在正常办公。 进了住研的办公室, 侯卫东都觉得办公室的温度在零度一下。 住研的脸上罩着一块盐冰, 只顾翻文件, 根本不抬头看一眼李渡。 等到侯卫东退出办公室以后, 他才抬起头来。 走吧。 李渡在桌子对面坐下, 从包里取出了一份材料。 朱书记, 我首先向县尾做检查, 由于我工作上的熟悟, 这使图厂公司专案的重要证据被人烧毁了, 这给检查工作带来了不可顾料的困难。 住研抬起头, 眼光犹如一把五四手枪, 牢牢对准了李渡的眉心, 严厉地说道, 我再三强调要保密重视, 是谁把消息泄露出去的, 你是怎样带队伍的? 住研的声音越来越大, 李渡的头也就越来越低。 当住研停下训斥之后, 李渡这才抬起头来, 把材料递了过去。 根据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勘察报告, 资料柜里有汽油, 可以断定是人为纵火, 门窗全部完好无损, 打烂的门是救火干警踹烂的, 所以啊, 基本肯定是检查院内部人员所为。 我现在已经将所有有档案式钥匙的人全部停职了, 正在逐一排查。 这一切都在住研的判断之中, 他的声音依然冷冰冰, 专案组也需要检查。 李渡知道事情出在了专案组, 联盟说, 专案组人数不多, 我亲自组织追查。 住研用手敲着桌面, 责任我就先不追究了, 你说说下一步的想法吧。 李渡这才将唯一的好消息报告了出来, 现在还保留着一个小证据啊, 昨天我们派人去接孩子的时候, 也顺便研究了案子, 恰好将杨卫国的相关材料拿了出来, 这份卷总在唐小伟的手里, 没有被烧毁。 虽然不能彻底查出土厂公司腐败一案, 可以借着杨卫国将土厂公司的铁幕撕开一个口子吗? 另外, 审计局副局长张浩天也交代了一些事情, 不过都是他谈自己的吃喝和收红包之事, 没有太大的价值。 住研松了一口气, 这真是不幸的万幸啊, 卷宗不能再出任何问题, 出了问题, 唯你试问。 侯卫东见李渡很久都没有出来, 暗自猜想着, 这李渡看来是已经化险为夷了, 县委伴如往常一样, 依然人来人往, 检察院的李渡刚刚离开, 公安局局长商游又将电话打到了侯卫东的手机上。 侯老弟啊, 住书记是不是在办公室啊? 他有空没有? 我准备汇报检察院的纵火案详情啊。 好啊, 正好住书记办公室没有人, 您赶紧来吧, 否则就要排队了。 听了检察长李渡的汇报, 住研的心情好像似乎好了一些, 当公安局长商游进来的时候, 他脸色已经缓和了下来, 他放下手中的鼻, 你直接说结果吧。 商游调匀了气息, 住书记啊, 刑警队经过精密的侦查, 案件移尽了初步的眉目, 一是着火点已经查明, 就是在放置土产公司专案的柜子里, 已经从里面检测出汽油与蜡烛的成分, 说明了这是一起纵火案。 二是经过勘查, 证据室的大门是被救火人员用脚踹开的, 案锁并没有敲狠, 而且文件柜的挂锁也完毫无损, 这说明啊, 肯定是内部人员作案。 现在我们的目标, 锁定在专案组与掌握证据室钥匙的12个人。 助言听到这里插话说, 光是锁定这12个人是没用的, 公安局有没有把握把案子给破了, 伤游犹豫了一下, 作案人反侦查能力很强啊, 没有留下有用的线索, 很难锁定。 助言略带讥讽地笑了笑, 抽到土产公司专案组的人, 都是检察院的精兵强将, 反侦查能力当然不弱了, 你是检察院出来的吗? 对这些同志应该了解啊。 伤游尴尬地说, 公安机关一定全力破案。 公安局的破案率大有问题啊, 你出到公安局, 就以破案率入手, 好好地整顿队伍, 切实将破案率提高嘛, 打击异扬犯罪分子的嚣张企业, 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这是我交给你的第一任务, 也是县委县政府对你的希望啊。 伤游到了公安局, 对于公安队伍中存在的弊端深有体会, 朱书记啊, 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请限个给我一年的时间, 我一定能够实现罚案率降低, 破案率上升的目标。 朱书记就在桌前的日历上写道, 公安目标一升一降, 我记下你说的这个目标啊, 不过你不要太乐观啊, 要吸取检察院的教训, 狠抓队伍建设, 对于那些害群之马呀, 要敢于动争格。 说到这儿, 他还在桌子上狠狠地敲了一下。 等到商游走后, 又有几位部门的领导向朱延汇报工作。 等到办公室无人的时候, 朱延伸了伸懒腰, 对一旁的侯卫东说, 哎呀, 老在这里坐着呀, 我都快成了庙里的菩萨了, 一轮又一轮的乡客提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 你让老柳背车, 我们出去走一走。 侯卫东取出手机, 给老柳打了一个传呼, 刘延为四个五。 这是他和司机老柳的约定, 意思就是助言要用车赶快准备。 两个人就朝楼下走, 到了一楼, 遇到了人事科的朱科长。 侯卫东毕业以后到人事局报道, 简单的事情却跑了好几次才办成, 他因此对朱科长的印象特别深。 此时的朱科长脸却笑得如烂柿子一般, 弯着腰道, 朱书记好啊。 助言仿佛点了点头, 又似乎没点头, 从朱科长身边走过。 等到助言走过, 朱科长等人立刻恢复了严肃的面容, 不紧不慢地回办公室。 下了楼, 老柳已经将车开到了门口, 侯卫东快步为助言开了车门, 又迅速地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 朝南门走, 你通知建委的张亚军, 当南门的小石坡来见面, 带上图纸。 出了南门, 一片略有起伏的浅秋, 不时可以见到眼映在树林中的灰色农房。 此时已经接近午饭的时间了, 吹烟升起, 又被乱风吹乱, 远处传来隐约的狗飞声。 小侯啊, 我前几天看了清临镇的简报, 他们准备另辟新地建新镇。 你在清临镇当过副镇长, 你对这事怎么看啊? 建新镇是宿明的新点子, 当时党委书记赵永胜坚决反对, 宿明当了书记以后, 就将自己的想法变成了行动。 这就是一把手的价值。 其他人的主意, 没有通过一把手的时候, 那只能叫做主意或者是想法, 而一把手的主意, 往往能轻易变成行动。 侯伟东说, 老清临镇被清临山河公路组合很难发展, 而且拆线难度太大了, 成本又高。 镇政府背后呢, 恰好是一大片平地, 当时我封管社会事业, 新经老院啊, 就建在新镇的地盘上。 住眼指着南郊这一大片浅秋, 一阳旧城, 也无法发展了, 而且坯子就是那样, 随便怎么弄, 也变不成现代化大城市。 清临镇的简报, 给了我们一条新思路啊, 一阳完全可以利用南郊这块搞新城嘛, 这个新城要高标准建筑, 参考的城市必须是东南沿海城市, 建成以后啊, 一阳就会变成岭西第一流的县级城市啊。 他说着指点着南郊, 激情飞扬, 一辆小车开了过来, 略微突发的建委主任张亚军, 如特技演员一样, 不等车停稳, 便打开车门, 稳稳地站住, 快步走到了住眼的面前。 住眼又将前一番话说了一遍, 张亚军就用手搭在眉毛处, 急目远眺, 过了一会儿, 工位地说, 哎呀, 领导就是领导啊, 思路开阔, 眼界独到, 我刚才正在想着旧城拆迁的事儿, 头发都稠得一根一根往下掉, 可是, 如果在南郊建新城, 那就可以回避连片拆迁的难题了。 助眼挥了挥手, 哎, 我只是一个想法呀, 是否可行, 还得请专家来论证, 考拍脑袋来决策呀, 我们迟早是要吃大亏。 张亚军联盟说, 我马上就给省设计院去嗨, 呃, 不, 我明天呀, 就到省设计院跑一趟。 助眼说, 省设计院那几个权威啊, 我都认识, 我建议不找他们, 直接到上海, 去请设计师。 上海是国际化的大都市, 其规划应该比领寻还要先进啊。 在沙州, 另一些人也关注着 易阳检察院的事情, 易阳图产公司易中岭 接到了检察院老蒋的电话, 他气急败坏地说, 老蒋啊, 怎么回事嘛, 你不是把东西全部都烧了吗, 怎么又冒起了一卷啊? 电话的另一头是一位三十来岁的男人, 他此时并不在检察院办公室里, 而是坐在家中, 手里拿着几张薄薄的纸, 虽然是薄薄的纸, 却足以给易中岭带来大麻烦, 他把原件保存在隐秘的地方, 手里拿着的只是副一件, 有了这件利器, 他再也不怕易中岭的威胁和理由, 慢吞吞地说道, 这事怪不得我嘛, 专案组设计方案的时候, 最先开到的就是杨卫格, 所以啊, 就将他的材料单独组卷, 没有放到证据室里, 那, 那杨卫格的材料在哪里啊, 最有可能在唐小伟的手里, 易中岭生硬地说道, 这事我就交给你办了, 不管用什么办法, 你要把检察院的事情搞定, 否则, 大家一起完蛋, 老蒋愤怒地说, 我帮你放了一把火, 也算对得起你了吧, 还要我怎么样, 就算你手里, 有我的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路墙带, 那有本事你去公布好了, 我最多受一个处分, 其他的事情, 或者死无对证, 我不怕, 老蒋的强硬态度上, 易中岭隐隐地感觉到了不妥, 他放缓了口气, 老蒋啊, 我们可都是一条船上的人呐, 你找机会给杨伟哥传个话, 一定要让他挺住, 如果他能挺住, 我会想办法让他出来, 马有才到时候也会出手的, 他如果在里面挺不住了, 那可就没有任何出来的希望了, 老蒋啊, 你的儿子不是想到美国留学吗, 等过了这一关, 这事儿啊, 我替你办, 老蒋在电话那头沉默着, 没有挂断电话, 也没有说话, 易中岭亲热地说, 老蒋啊, 咱们兄弟谁跟谁啊, 你就忍心地看着格格落难, 老蒋轻飘飘地说了一句, 哎呀, 那天晚上不能点灯吗, 我又不能判断烧得是不是就是真实的材料, 为了慎重起见, 我将材料拿回来了, 确实就是你说的那些东西, 那东西在哪儿啊, 我过来拿, 这些东西怎么能够久留呢, 为了安全, 我都全部烧毁了, 冲进来下水道, 老爷呀, 你就放一万个心啊, 易中岭在心中大骂, 这狗东西, 他居然把要命的东西留了下来, 易中岭脸色戍变, 可是对方掌握着要命的证据, 他只好强忍的怒气, 无比亲切地说, 哎呀, 你办事我放心吧, 等风声没这么紧了, 我请你到新马太走一圈了, 我们两个人也潇洒走一回, 啊, 老蒋威胁易中岭的目标已经达到, 他并不想把事情搞砸, 哎呀, 你再让我想想办法, 只是, 李渡有了防范, 这事儿就难了, 哎, 老蒋出马, 一个顶俩嘛, 绝对没有问题的, 听说检察院的审讯很有一套, 一般人都扛不住, 对, 是啊, 哎, 有一些绝招啊, 当然, 也有不少意志坚强的人顶得住, 祝言现在的秘书侯卫东啊, 就曾经被唐小伟整过, 不过这家伙骨头很硬啊, 硬是顶着一句话也没说, 杨卫格这个家伙呀, 平时吃香喝辣, 我估计啊, 他是个软脚蟹, 老蒋与老义互相掌握着对方的把柄, 转眼之间, 也就成了最亲密的朋友, 他们在电话里商量了一些细节, 一中领这才放下了坐机电话, 这个坐机电话是以其他人的名字登记的, 不怕被人监听, 上午, 祝言把侯卫东叫到了办公室, 他靠着宽大的披衣后背, 用双手揉着太阳穴, 哎呀, 检察院的事情啊, 你要跟紧点, 情况复杂, 不能掉以轻心啊, 副书记赵林刚刚走进住岩的办公室, 检察院的李渡也跟了过来, 他正好遇到从住岩办公室出来的侯卫东, 着急地问, 鸿与啊, 住书记在不在啊, 李渐啊, 住书记正在跟赵书记谈工作呢, 恐怕你要在我们办公室先等一会儿了, 李渡坐在沙发上, 皱着眉头看了看表, 心不在焉地翻着报纸, 侯卫东递了一支香烟给他, 又给他点火,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静静地吸着香烟, 原本以为住岩和赵林的谈话不会太长, 但是赵副书记进去以后, 始终就没有出来, 检察长李渡不停地看着表, 开始焦急不安, 但是也只好等着, 在办公室里, 住岩与赵林谈性正弄, 这两个人都是县委的重要领导, 办公室紧挨着, 但是两个人都是大忙人, 开会谈话, 视察, 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 说不完的光话, 县委的意图, 也就在他们翻来覆去的讲话中, 如春雨一般, 慢慢地贯彻了下去, 一个大县, 管辖着几十万人口, 两千多平方公里, 总有各种麻烦事, 从意想不到的地方钻出来, 偷得浮生半日闲, 还真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哎呀, 老赵啊, 每次回家看着我父亲钓鱼, 看着母亲在院子里忙碌, 我的心里就特别羡慕啊, 有时候啊, 还真就想卸甲归田, 去过与世无政的田园生活呀, 赵林笑了, 周书记啊, 你肩负着一阳数十万人民, 脱贫致富的重任啊, 只有实现了这个目标, 你的田园梦才能实现, 现在让你回归山连, 你的心也静不下来啊, 伯父伯母, 那可是功称名就才退下来的, 助言苦笑着, 用笔记本压住了一打文件, 仿佛这样就可以不用去考虑这些麻烦事了, 哎呀, 武侠小说里面, 写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这成了套话, 其实我们在官场啊, 更是如此啊, 赵林却说, 哎呀, 我的欲求不高, 刻尽指手足矣, 老赵啊, 真要使人人能够刻尽之手, 我们国家早就成为第一富国强国了, 这个要求看起来很低, 却很实在啊, 比那些空洞的大道理更有价值啊, 说到了道德, 助言又说, 我们呢, 对小学生的标准很高, 总是教育小学生要爱祖国, 爱人民, 爱社会, 要胸怀世界, 还要什么勤劳勇敢, 而对于政府官员呢, 道德标准就明显降低了嘛, 只要能做事, 不贪污, 那就是好官, 你看看, 啊, 谈起事事, 两位领导都有着说不完的感慨, 刚从综合科办公室出来, 侯卫东就看见了李渡, 李渡主动与侯卫东握了握手, 侯蜜啊, 朱书记每天都要听检察员的报告, 检察员这边呢, 由专案组的百宁副检察长每天跟你联系, 汇报工作进展, 侯卫东连忙说, 李浅, 您别客气啊, 有事尽管吩咐, 李渡说道, 听说侯蜜毕业于沙州学院法律专业, 有你这种内行在朱书记身边啊, 对我们政法系统的工作有好处啊, 是一个促进吧, 看着李渡销售的背影, 侯卫东在信中说, 现在我的层次已经上升到能够促进政法系统工作, 真是要捧杀我呀, 侯卫东来到朱严的办公室, 朱严看了看手表, 哎呀, 时间过得真快啊, 十二点了, 小侯啊, 今天中午什么安排, 朱书记, 今天市商委的副主任钱宁到一阳检查工作, 中午安排您跟前主任共进午餐, 听说又要喝酒, 朱严露出了无可奈何之色, 侯卫东很理解朱严, 他不过只是个小秘书, 已经被层出不穷的宴会弄怕了, 有人认为革命小酒天天喝是一件幸福的事, 其实, 不是局中人哪知局中事啊, 天天喝小酒, 就如天天受刑一般, 现在让朱严回家喝一碗稀饭, 他才会觉得那才是最幸福的事儿呢, 侯卫东非常理解朱严, 他自己不过才是一个秘书, 已经就被层出不穷的宴会给弄怕了, 有的人认为啊, 天天喝酒那是一件幸福的事儿, 其实不是局中人哪知局中事啊, 这天天喝酒就像天天受刑一般, 此刻, 让朱严书记回家喝一碗稀饭, 那才是最幸福的事儿呢, 朱严说, 哎呀, 还有二十分钟啊, 这样, 你打电话问一问新城区的中央商贸区效果图出来没有, 如果出来了, 让张亚军赶紧送过来, 这件工作很急, 不知道完成了没有, 侯卫东赶紧回到办公室, 打通了电话, 建委主任张亚军的心情很不错, 笑哈哈地说, 哎呀, 侯蜜啊, 昨天晚上, 建委几个技术人员做了一个通宵啊, 刚刚把效果图做出来, 很精美, 我马上派人送过来啊, 刚挂断张亚军的电话, 小佳的电话打了进来, 小佳, 什么, 你要到易阳来啊, 太好了, 什么时候, 哎, 下午, 老公, 我们原管局的一把手啊, 要到易阳来, 他跟马县长很熟悉, 哎呀, 侯卫东听说原管局长与马有才很熟悉, 暗暗吃了一惊, 哎, 小佳, 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什么事啊, 还这么神神秘秘的, 哎呀, 哎,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总而言之, 你在马县长那儿, 最好别提我的名字, 一闪难容二虎, 我是助书记的秘书, 明白吗? 小佳在建委办公室工作了多年, 见了不少厅级的大领导, 对处级领导没有多少敬畏之心, 哎呀,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我们张老板已经知道你给助言当秘书了, 哎呀, 以前我也没有想到, 张老板跟马有才关系这么好, 不过无所谓啊, 我们只是办事员, 不管别的事, 侯卫东话虽然说得潇洒, 可是心里他也明白, 如今他已经站在了助言的阵营之中, 要想抽身或者是脱离关系, 那是不可能的事儿了, 他不想与小佳说这些沉重的话题, 话风一转, 哎, 昨天晚上, 我可又看了达尔文的精华论啊, 用尽废退啊, 这是他们小两口隐晦的暗语, 小佳听得明白, 呸了一口, 呸, 那你今晚别喝酒啊, 俗话说小别胜新婚,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荷尔蒙的分泌决定了人的欲望, 新婚小别之人, 荷尔蒙的分泌也就最为旺盛, 干柴欲烈火, 不然才怪呢, 聊了几句贴心的话, 侯卫东如火的热情, 正在突突地上升, 这个时候建委张亚军走进了办公室, 带来了新城区中央商贸区的效果图, 他赶紧将张亚军带到了祝颜书记的办公室, 祝颜略带挑剔地看了看, 嗯, 大体上有这种意思吧, 细节上还需要打磨, 人性化是商贸区最重要的特点, 你看这个设计啊, 中央商场与辅助的商场太密了, 广场太小, 绿化太少, 另外呢, 也没有休闲的场地嘛, 在益阳宾馆, 商委副主任钱宁看到了建委的设计, 他有着跟祝颜基本相同的评价, 钱宁以前在商贸系统工作多年, 戴着金丝眼镜, 穿了一件浅红色的衣服, 时尚又新潮, 在沙州的官场, 很有一些另类, 祝颜成长在岭西省会, 与纯粹的本地益阳人, 在审美上是有所差异的, 他看见了钱宁的这一身打扮, 倒是觉得很亲切随和, 并不反感, 哎呀, 钱主任啊, 我们益阳要打造成沙州, 乃至岭西南部的商贸中心啊, 那就必须要有拿得出手的中央商贸区, 还要有专业的批发市场啊, 钱主任, 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你得给我们一扬多提宝贵意见呢。 钱宁端着酒杯, 慢慢地回味着 从玻璃杯里溢出来的红酒的香味, 他喜欢喝酒, 但是从来不肯牛饮, 这一点倒正合了祝颜的心愿, 商委副主任的级别, 并不值得县委书记大醉一场, 钱宁少喝, 他乐得轻松, 主书家, 今年年底, 省商委要组织一批人到浙江去, 学习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建设, 咱们一仰既然要建领西的物流中心, 那就到外面走一走看一看, 很有必要啊。 侯卫东陪坐在墨西, 脸上带着微笑, 聆听着两位领导的聊天, 但是他的注意力, 却暗自集中在了钱宁身旁的一个女性身上。 这位商委的女同志, 白裙长发, 相貌又极为娟秀, 楚卫东刚刚看到的时候, 不觉浑身一震, 暗中琢磨着, 这个女孩子好面熟啊, 难道就是那位神秘的白衣女子吗? 侯卫东当年从沙州学院刚刚毕业的时候, 对前途很迷茫, 在沙州学院的后门舞厅巧遇了一名白衣长发女子, 两个人就像旅途中疲倦的行人, 互相给了对方安慰。 这名女子从天而降, 随后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侯卫东一直在暗自寻找着这个白衣女子, 无奈人海茫茫, 擦身而过, 或许也就成了永别了。 当日一禀, 不知不觉也有数年。 白衣女子只是一个模糊的梦, 是一个抽象的符号, 侯卫东心里的影子其实很玄幻, 他一会儿觉得在座的这个白衣女子肯定就是那个神秘的人物, 一会儿又颇为迟疑。 酒过中旬, 侯卫东按照惯例, 按照官职大小, 逐个给沙洲市的各位来宾敬酒。 敬到白衣女子的时候, 他问道, 嗯, 我觉得武艺很面熟啊, 你以前是不是来过异阳呢? 武艺清起朱唇, 我以前在沙洲市院进修过。 清起朱唇其实是一个很俗气的形容词, 可是武艺确实长得是唇红齿白, 皮肤白细, 如同冰山上的来客一般。 侯卫东抑制住内心的一丝激动, 向众人敬酒以后便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眼神的余光, 却始终于武艺若即若离。 吃过午饭, 钱宁率队离开, 侯卫东站在朱妍的身后, 跟着朱妍一起挥手, 看着两辆小车绝衬而去。 老柳的车等在身旁, 上车之际, 侯卫东暗自地琢磨着, 难道是武艺吗? 这是一个谜, 不过侯卫东并没有追索的欲望, 他准备让这个谜永远地藏在内心的深处, 成为人生的一段美好的回忆。 下了车, 走到大院的楼梯口, 朱妍突然停住了脚步, 你跑一趟检察院, 了解一下情况, 下午上班的时候, 告诉我, 侯卫东正欲转身, 朱妍又交代, 胆子可以大一些, 给检察院一些压力。 侯卫东随后给柏宁打了个电话, 白简啊, 我是侯卫东啊, 打扰你休息了啊, 我马上要到检察院, 你有空吗? 百宁昨夜主持了对杨卫格的训问, 上午又开了检务会, 正准备休息一会儿, 刚刚躺下, 就接到了侯卫东的电话, 他只有苦笑地起身, 心里说, 你人都已经来了, 还问我有没有空, 真是多余。 不过对于柱妍的贴身秘书, 他是不敢怠慢的, 迅速翻身起床, 朝办公室赶来。 检察院的办公楼与家属院都在一个围墙之内, 两栋楼相对而立, 百宁刚走到楼下, 就见到柱妍的小车开了起来, 侯卫啊, 欢迎欢迎啊。 侯卫东见到柱妍站在大门口等着, 吃了一惊, 连忙快走两步, 与柱妍握了手, 哎呀, 白姐, 你还在楼下等我, 这真是让我惩慌惩恐啊。 百宁半开玩笑, 半认真的说, 侯蜜, 你可是钦差啊, 见官大一级, 我当然要出门相迎了。 说着两个人都笑了, 进了办公室, 一关上门, 两个人的笑脸立刻就消失了。 白姐啊, 我受助书记的委托, 来了解一下杨卫格案子的情况。 百宁恶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哎呀, 后面啊, 这个案子真是邪了, 市检察院和县人大这两天都派人进行执行检查, 重点就是要查是不是有刑讯逼供的情况, 还有杨卫格的家人到处告状, 妈的, 这些人还有理了。 侯卫东也陪着百宁吸着烟, 透过薄薄的一层烟雾, 侯卫东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 白姐啊, 这案子敏感, 朱书记交代既要下定决心, 又要讲究策略, 审讯主要还是靠证据, 靠精心的设计和组织, 其他的手段, 那还是下策呀。 百宁没有料到侯卫东能说出这样一番不外行的话, 他低头摆怒着手里的言头, 其实这个案子已经有结果了, 按照我们掌握的证据, 判他三年五年都不成问题, 可是这个家伙口风很紧啊, 我们有证据的他承认得很痛快, 我们没有证据的他一律不承认啊。 就在说这方话的时候, 百宁在心中大骂, 肯定有个吃力扒歪的家伙, 与杨卫格见过面, 我们的底细, 杨卫格掌握得一清二楚。 侯卫东仔细看了一会儿审讯的记录, 哎呀,可惜了, 要是证据没有被毁, 那这就是一个窝案啊, 可是现在呢, 只是不疼不痒地办了一个杨卫格, 让其他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实在是心有不甘啊。 百宁听了这话, 背上流起了汗水。 县委书记的秘书大中午跑来了解案子, 那么他说的话, 也就自然代表了县委书记的意思。 那这就意味着, 县委书记助言, 对这个事情非常的不满。 哎呀, 能不能有突破? 侯卫东联邦说, 既要有信心, 也要注意尺度啊, 县委是支持你们的。 说完了这一句, 侯卫东自己都不禁想到, 这口官话怎么说得这么顺口啊, 我没有刻意去学, 但是, 有这么的自然。 这次谈话以后, 检察院加大了审讯的力度, 杨卫格已经濒临崩溃了, 不过他依然咬牙坚持着, 当二十四小时结束的时候, 他终于可以吃点食物了。 一个馒头下肚, 杨卫格忽然觉得舌头和嘴巴发麻, 头疼欲裂, 呼吸越来越快, 很快就开始愁愁了。 唐小伟开始也没有注意, 当杨卫格倒在地上的时候, 他才发现异常, 此时杨卫格已经不醒了。 当接到电话时, 侯卫东正在跟张小家亲热, 听到杨卫格的死讯, 他便僵在了小家的身体上。 等平静下来之后, 侯卫东拿着手机来到了卫生间, 关上门, 拨通了助言电话, 声音低沉的汇报。 助书记啊, 杨卫格死了。 助言对半夜的铃声格外的敏感, 可是作为县委书记, 必须接听半夜的电话。 他厌恶地提起床边的电话, 电话里传来了侯卫东这轻轻的一句, 让他睡意全无。 什么? 死了? 是, 杨卫格死了。 那检察员怎么处理啊? 是商区长亲自带队, 真办此案。 助言坐在床边, 歪着头, 用脸夹住电话, 点了一支烟, 吸了两口。 这个李渡是怎么搞的吗? 你马上到现场去看一看, 明天再说情况。 挂断电话, 他用薄毛巾盖住了肚子, 两眼盯着屋顶, 却再也睡不着了。 妻子的轻微憨声在黑夜中显得格外的悠长, 陪伴着助言, 度过了又一个不眠之夜。 侯卫东拿着手机走出卫生间, 对躺在床上的小家说, 我得出去一会儿啊, 很重要的事, 助手机亲自安排他。 下了楼, 行走在夜色中, 他一路猛踩油门, 黑暗中灯光如剑, 在空中乱晃。 县检察院, 检察长李渡, 公安局局长商游, 以及百宁, 唐小伟, 李建勇等人都坐在会议室, 除了这样的事情, 他们只能面面相许。 侯卫东进来以后, 顿时成为了会议室的中心, 李渡也不在意检察长的威严了, 着急地问, 红米啊, 祝书记有什么指示啊? 此刻唐小伟的脸色, 也跟死在他眼前的侯卫东差不多了,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侯卫东的嘴, 仿佛在嘴巴里会喷出火焰。 侯卫东控制着情绪, 不紧不慢地说, 祝书记没有说具体的事, 只是让我来了解情况。 啊, 是这样啊, 后面, 呃, 我局调集了精兵强将, 已经开始了侦破工作, 杨卫格的死因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具体的案情呢, 请李大队说一说。 商游是由副检察长出任公安局局长的, 上任才几天, 检察院里就接连出事, 新官上任三八火, 如果破不了检察院的案子, 不仅他的微信要打折扣, 就连一阳公安局也势必再次走进低谷。 李建勇看着侯卫东大模大样地坐在商游的旁边, 心情颇为不爽。 嗯, 这侯卫东怎么就撞了几时运呢, 成了助言的秘书。 虽然这么想, 他还是清了清嗓子, 嗯, 目前化验结果还没有出来, 可是凭经验, 十有八九应该是中毒身亡, 那毒源就是最后吃的馒头。 在检察院内下毒杀人, 这在一阳, 在沙州, 甚至是全省都是绝无仅有的, 这个案子是恶性杀人案, 目前我们刑警大队已经将所有能接触到这个馒头的人控制起来了, 以物找人, 一个一个排查, 一定能找出嫌疑人。 李建勇说到这儿, 商游打断了他补充, 市局高度重视此案, 派出了几名资深的刑警, 帮助我们一块破案。 这个案子, 与检察院的纵火案, 可以并案侦破, 大家再谈谈想法吧。 大家你一眼我一语地发表着意见, 等着化验的结果。 凌晨一点钟, 化验结果被带到了检察院办公室, 轻化甲中毒。 凌晨一点四十分, 沙州刑警来到了会议室, 一位满脸胡子的老刑警一进门, 也不跟大家寒暄, 直接就说, 刚才在电话里呢, 我已经知道案情了, 有一个建议啊, 参加审讯的三位检察官, 全部进行背对背的审查。 商游与李渡对视了一眼, 李渡微微点了点头, 商游说, 那就按照陈大局说的办吧, 请检察官们理解啊。 唐小伟尽管万分委屈, 还是和另外两名一起参加训问的同志被隔离了, 由沙州刑警分别进行训问。 这些刑警, 针对这种背靠背的询问, 那是有完整的套路的, 然后将几个人的笔录一对, 就可以从细节中看出一些端倪。 等刑警们都各忙各地去了, 商游这才开始向从沙州刑警来的陈大队长 介绍在座的主任。 等介绍到侯伟东的时候, 陈副大队长摆了摆手, 哎, 这个不用介绍啊, 我看他的相貌啊, 肯定和侯伟国是一家人。 侯伟东笑着补充, 对, 侯伟国是我大哥, 我叫侯伟东。 公安局长商游在旁边补充, 这个侯伟东啊, 是我们县委助书记的秘书啊, 哎呀, 了不起啊。 陈副大队长竖起了大拇指, 你们兄弟俩了不起啊, 魏国到沙州刑警大队不久, 连破大案, 那是我们的得力干将啊, 如果不是另有任务, 他也会跟着过来的。 此刻检察长李渡的脸上, 毫无表情, 内心却充满了沮丧。 为了审图产公司的案子, 居然被人烧了档案室, 而杨卫格又在审问的过程当中, 被人杀了, 检察院都被这一系列的事情弄得目瞪口袋, 现在整个检察院的人互相都不敢信任, 因为谁都有可能是内建, 全院弥漫着这种怪异的情绪, 对于一个检察长来说, 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啊。 侯卫东刚回到办公室, 信访办主任贾大鹏就找了过来, 他从没哭脸地说, 你看这个杨卫格, 在检察院死了, 我听说市人大可能要针对检察院杨卫格案, 启动质询案, 哎呀, 好灭啊, 你看啊, 咱这工作又忙又累, 这, 这又, 质询案是指人大代表对行政机关, 审判机关, 检察院等国家机关工作严重不满, 或者发现这些机关有失职的行为, 给国家和社会造成重大损失的时候, 在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上, 人大代表可以依法对有关部门提出质询, 质询是人大代表的一项重要的权利, 可以发挥重要的监督作用, 程度要比询问严厉得多, 人大代表如果对有关部门的回答不满意, 可以再次依法提出质询, 如果对质询多次回答都不满意, 甚至很有可能导致罢免案的提出啊, 侯卫东学的是法律专业, 对此有着充分的认识, 一听贾大鹏说这个马上就急了, 哎呀, 那要真是启动了质询案, 那县里的工作可就被动了, 所以啊, 后面啊, 我急着要向祝叔去汇报这个事啊, 等到祝颜的客人离开, 侯卫东连忙向祝颜报告了此事, 听完贾之刚的汇报, 祝颜没有表态, 我知道了, 要是有什么新情况啊, 继续报告吧, 等到贾之刚离开, 祝颜就给高志远打了个电话, 然后吩咐侯卫东, 你让办公室赶紧买几斤一羊的鲜茶, 要最好的, 我们到沙州啊, 去拜访志远主任, 听说市人大有可能要针对检察院杨卫格案, 启动质询案, 祝颜决定去沙州拜访人大主任高志远, 给高志远打完电话, 他吩咐侯卫东, 你让办公室赶紧买几瓶一羊新茶, 要最好的, 这送礼也是一门学问啊, 每次去拜访志远主任啊, 都是要送我们一羊的新茶, 你在清林镇工作过, 有没有什么新招啊? 侯卫东恰好知道高志远的特殊喜好, 诸叔姐, 高主任很喜欢我们上清林的风干野山鸡, 每次回家总要带几只啊, 哦, 好啊, 既然志远主任喜欢风干野山鸡, 那事不宜吃, 你马上安排清林镇的人去办, 这, 这风干野山鸡只是民间风味, 散放在农户家中啊, 需要走家窜户的收购? 哎呀, 我跟志远主任约好下午四点见面, 要是走家窜户的收购, 时间来得及吗? 诸叔姐, 我在村里工作过, 跟他们很熟, 我可以先打电话让他们帮我收购, 我这就过去取, 来回也就一个多小时。 上一次陪着张牧山到上清林的铁尖山, 侯卫东与村民的良好关系 已经给了助言很深刻的印象, 这一点也恰好印证了铁锐青说过的话, 嗯, 你快去快回吧, 我们与助言主任有约, 不能迟到啊。 就在侯卫东转身离开的时候, 助言突然说了一句,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 你给他们办了一件实事, 这上清林的老百姓就会一直记得你啊。 这是助言第一次表扬侯卫东, 虽然表扬的方式很见解, 但是这个评价的分量却很重啊。 侯卫东连忙谦虚地说, 哪里啊, 上清林公路是七千村民的共同心愿, 这些村民啊, 免费出工, 自带伙食, 这才能在资金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将公路的毛皮拉了出来。 侯卫东原本还想说路面是现财政出的钱, 可是一想到这是马有财的决定, 就把这最后一段咽回了肚子。 好啊, 小侯啊, 你跟我当秘书以来很辛苦啊, 今天正好是星期五, 与支援主任见了面以后, 放你两天假, 好好在家里陪陪爱人。 你爱人叫张小佳是吧? 在园林局, 具体做什么工作呀? 朱叔姐啊, 是, 我爱人是叫张小佳, 他在园林局负责设备设施这一块, 最近正准备脱产到上海学习两年啊, 他要是一走, 我的时间就更加充裕了。 园林管理局选派干部到上海脱产学习两年, 这是小佳盼望已久的事, 在征得侯卫东同意之后, 他就给局长张忠元递交了申请, 很快就批了下来。 下楼的时候, 侯卫东给曾献刚打了个电话, 将事情说了, 然后他到梁碧发的院子里取了皮卡车, 直奔上清理。 经过三年的交通建设, 一阳的交通确实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成绩斐然, 在四个县中已是一枝独秀了。 从县城到狗贝湾市场, 以前需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侯卫东现在不到四十分钟就来到了门口。 自打当了县委书记的秘书之后, 侯卫东也就一直没有到过狗贝湾, 经过大门时, 他开车直接拐了进去。 狗贝湾市场开采了三年多了, 每天的采石量很大, 在厂门口停了车, 一抬头就能看见高达十多米的采石面。 虽然经过了梯极开采, 仍然显得格外的陡峭, 由于生意好, 市场开足马力工作一派生计。 一走进市场, 侯卫东一眼就发现了问题, 有部分的工人没带安全帽。 首厂的老徐一见到侯卫东, 连忙迎了过来, 远远的就喊, 疯子, 你好久没有回来了, 今天中午不能走啊, 就在厂里吃饭, 大家都要敬你一杯来。 侯卫东将脸绷得紧紧的, 何鸿复呢? 老徐见侯卫东脸色不对, 脸上的笑容就有些发僵, 他取出烟, 小心翼翼地递了过去, 何书记到镇里开会去了。 秦大江被枪杀以后, 何鸿复当上了村支书, 除了狗贝湾市场的事情以外, 他还要负责独食村的事情。 侯卫东一言不发地接过了老徐弟的烟, 抽了两口, 你让所有的工人全部将手中的活停下来, 我有话要跟他们说。 狗贝湾市场是上青林五大市场中最好的市场, 一是资源极为丰厚, 如今的开采量只是整个石山的一角, 狗贝湾市场已经准备开决第二个开采面了, 以减少开采成本, 二呢就是设备最先进, 侯卫东在投入设备方面不惜成本, 整个市场有三台大型开采设备实现了半机械化。 三是制度最健全, 采石流程、安全措施等等制度全部上了墙, 而且执行的最严, 狗贝湾市场的事故也就最少。 三年来, 除了一些小伤之外, 还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安全事故。 第四就是工人的待遇最好, 一线的采掘工, 基本工资采取既建制和既石制相结合, 只要努力工作, 一个月都能得到一千多元。 正因为如此, 侯卫东在狗贝湾那是绝对的老大呀, 一言九鼎。 他发话以后, 各个工作岗位都停了下来, 四十多人来到了侯卫东的面前, 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戴安全帽。 所有戴了安全帽的同志, 全部走到左边来, 没有戴帽子的, 原地不动。 等到人群分成了两堆, 侯卫东大声地问道, 你们回答我一个问题啊, 你们到狗贝湾市来做什么呢? 工人们不知道侯卫东的用意, 面面相去。 那我来告诉你们, 你们来这儿上班是赚钱的, 不是来送命的。 上清林的时长, 出了多少起血的事故了? 田大刀和秦大江时长的惨状, 你们很多人都见过吧? 说到这儿, 侯卫东猛地提高了生意, 现在我宣布啊, 没有戴帽子的工人, 那是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 对家人不负责。 凡是没有戴帽子的, 这个月每个人扣五十块钱, 老徐扣五百, 何鸿富扣一千, 如果再让我发现第二次, 那就走人。 那一群没戴安全帽的人, 原本还笑嘻嘻的, 一听说要扣五十块钱, 脸上顿时就没了笑容, 一个个都哭丧着脸。 教训了一通, 侯卫东对尴尬的老徐说, 老徐你也别不服气啊, 安全措施是高压线, 谁都不能碰, 从狗尾湾建立那天起, 我就立了这个规矩了嘛。 老徐善善地说, 哎呀, 大家都不太习惯嘛。 侯卫东的脸上依然没有笑容, 我定的规矩不能破, 老徐啊, 今天戴安全帽的工人, 都应该表扬, 你去给他们每人买一包红梅烟, 不抽烟的就发等价的白糖。 戴安全帽的工人大声拍起手来。 侯卫东先罚后讲, 把小事变成了大事, 然后挥了挥手, 遵守安全制度是对大家有好处的事, 下回啊, 不许再违规了, 好吧, 大家都回去干活吧。 好几个相熟的工人围了过来, 说了一会儿闲话, 也陆续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 有几个人将安全帽放在了家里, 便匆匆忙忙地回家去去。 侯卫东演这出戏是灵机一动, 不过, 也应该说是早有预谋。 他长时间不在狗背湾, 最怕管理松懈, 又怕何鸿富暗自弄钱, 所以他要在狗背湾 树立起自己的权威。 离开狗背湾的时候, 他对老徐说, 老徐啊, 今天只是一个教训啊, 以后一定要严格管理, 我隔几天就会来看账的, 你让何鸿富先把这几天的票据准备好。 出了狗背湾, 侯卫东直奔曾县刚的住所, 曾县刚的家还是老模样, 高墙, 铁门, 外加两条大狼狗, 院子里吊着几个大沙包。 曾县刚用一副茶色眼镜取代了眼罩, 短发直立着, 见侯卫东进门, 就说, 疯子, 你好久没有回来了。 在曾县刚的心目中, 侯卫东一直是上清临的一员, 并没有因为吊出清临阵而变得陌生。 哎呀, 这风干野山鸡什么时候弄回来啊, 我还得赶紧赶回去呢, 你放心, 一会儿啊, 就将旺日寸的风干野山鸡收回来, 我手下的十几个兄弟啊, 全部出动了。 侯卫东见曾县刚的气血好了不少, 心中暗暗地想着, 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啊, 他似乎就要走出亡气之痛了。 两个人坐在门口, 随意地聊了一会儿各自的情况, 曾县勇提着几只风干野山鸡进了院子, 过了一会儿, 又有几个人回来。 凑到二十只的时候, 侯卫东没有客套, 谢谢了啊, 今天我有急事先走了, 改天我们再好好聊。 曾县刚也没有挽留, 在送侯卫东上车的时候说, 我有一位战友在福建开了一家室内建筑材料厂, 让我帮他在一阳销售, 我到城里买了一个门面, 准备做他的总代理。 可以啊, 不过, 有把握吗? 嗯, 先到一阳试试吧。 疯子, 我想离开这里, 在这儿什么时候都能闻到血腥味。 侯卫东握着曾县刚充满了老简的手, 我理解, 什么时候有事情, 直接给我打电话, 啊。 回到县委办公室, 侯卫东将十只风干的野鸡 放到了老柳小车的后备箱, 另外十只就放在了家中, 这是他为助言准备的。 下午四点, 助言带着侯卫东 准时到了沙州市人大, 见到了人大主任高志远。 高志远与助言很熟悉, 见面开了好几句玩笑。 高志远看了一眼助言身后的侯卫东, 这是你的亲密说, 小伙子很面熟嘛。 侯卫东见高志远已经认不出自己了, 微微有些失望, 看来高志远已经把我忘了, 二娘的话没有几道作用了。 可是转念又想到, 高志远是沙州市人大主任, 而自己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住村干部, 地位相差太大了, 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很难发生交集, 忘了我, 也是正常的。 助言在旁边介绍, 这是我的秘书, 江侯卫东, 他呀, 曾经在上青林工作过。 哦, 我想起来了, 这就是当年在上青林修路的那个大学生。 高志远想起来了, 就热情地鼓励道, 哎呀, 如今能静下心来办实事的大学生可不多呀, 小伙子, 你不管到了哪个岗位, 都要保持这种踏实的作风啊。 高志远人老成精, 他当然知道助言匆匆而来所未合适, 但是却故意装糊涂, 老朱啊, 你是个大盲人, 你有什么事情在电话里就可以谈吗? 干嘛亲自跑一趟啊? 哎呀, 老领导, 稍息历证我还是懂得的, 给高主任汇报工作, 那必须得亲自过来啊。 听完了助言关于检察院案件的全面报告, 高志远神情复杂, 想不到易阳出了这种事情啊, 现在社会真是越来越复杂啊, 为了钱, 这些人不惜铤而走血, 以身试法呀。 老领导, 千位高度重视这个事, 公安机关集中力量, 正在侦破此案, 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线索了。 听助言这么说, 高志远也不明确表态, 嗯, 破案以后, 你送一份材料给我, 我倒是要看看, 谁这么大胆。 助言知道马友才曾经是高志远的部下, 所以他特意跑一趟沙州, 一是为了防备有可能启动的质询案, 二来也是为了提前将易阳土产公司的事情讲透, 以免高志远听信一面之词。 他本人与高志远的关系也不错, 说完正事, 就说, 老领导, 今天晚上遥空没有啊? 哎, 我说, 助书记, 你的酒量好啊, 传达市长被你灌得醉了好几天了, 我可不敢跟你单挑啊, 而且今天晚上啊, 确实没有时间啊, 领西人大的几位领导, 正在沙州时差, 我得去陪喝酒, 哎呀, 前是这样, 那我就改时间吧, 高主任, 我从上清林带了十只风干的野鸡, 正宗的家乡味道, 专门是从旺日村收购的, 老领导, 你得收下呀。 听说是特意收购的风干野山鸡, 高志远心情很愉快, 以前当专员的时候, 所有人在他的面前都毕恭毕敬的, 现在当了人大主任, 他渐渐对人们的言行敏感起来, 此时见祝言特意汇报工作, 又收购土特产, 心情大悦, 哎呀, 难得你祝书记还有这份心, 谢谢啦, 谢谢啦。 他将祝言一行送到了电梯口, 挥手告别。 离开了人大, 祝言在车里说, 沙州宾馆, 沙州宾馆装修一新, 大厅高贵典雅, 侯伟东看祝言的神情是要在这里住下来, 心里又没有把握, 试探着问, 朱书记, 需要开房吗? 祝言回答得很简洁, 按老标准办吧。 老标准是什么标准? 侯伟东琢磨着, 恰好见老柳停好车走进大厅, 他便悄悄地问道, 老柳, 这个朱书记都什么标准呢? 老柳是熟门熟路, 啊, 朱书记习惯住在五楼套间, 我们两个人啊, 住四楼的标减。 侯伟东到了前台, 瞟了一眼价目标, 五楼套间一天为八百八十八元, 砍完价以后, 以四百八十八元的价格办妥了手续。 他提着朱书的手包, 将他送到了五楼的套间, 老柳则直接到了四楼。 朱书很熟悉套间的环境, 坐在会客室, 用手机打了一个电话, 黄常伟, 你好啊, 我是朱书, 今天马上有时间吗? 向您汇报工作呀。 黄常伟, 叫黄子迪, 是沙州市委常委秘书长。 他一直跟随着沙州市委书记周昌权同志, 从镇办公室到县办公室, 再到市委办公室。 由于黄子迪与周昌权的特殊关系, 他在沙州市委地位超然, 在不少人的眼里, 他比沙州其他的几位常委更有分量。 接电话的时候, 黄子迪刚好将手中的事情忙完, 他兴致很高, 哎呀, 今天是周末呀, 这样吧, 叫上老方, 咱们到老孔的地盘搓一圈。 祝言等的就是这句话, 好啊, 那我去约老方了啊, 晚上不见不散啊。 黄子迪说话很直爽, 哎呀, 上午还想起老弟呢, 果然是心有灵犀啊, 这段时间啊, 事情太多了, 好久都没有过瘾了。 打完电话, 祝言松了一口气, 他对侯伟东安排道, 你跟我到财税宾馆。 按照纪海洋的要求, 只要祝言离开一样, 侯伟东身上至少要带两万元现金, 以备急需之用。 而侯伟东为了保险, 除了公款以外, 还随身带着一张五万元的银行卡。 到了财税宾馆, 下车之际, 老柳对侯伟东说, 我先回去睡觉了啊, 用车之前, 你给我打电话。 老柳是县委办的老驾驶员了, 对于哪些事情他能够参加, 哪些事情他必须得回避, 心如明镜。 今天这种场合, 祝言一般只带着贴身的秘书, 尽管有些不甘心, 他还是自觉地回避了。 财税宾馆门口站着一位身穿旗袍的迎宾小姐, 他看了车牌号, 就知道来人正是孔局长等候的贵宾, 风姿彻约地走了过去, 满面带笑, 双手低锤, 微微嵌身, 两位领导, 请跟我来, 孔局长已经到了。 迎宾小姐将祝言和侯卫东带进了一部隐蔽的电梯, 电梯在拐角处, 一般人很难注意, 电梯的速度很快, 没有杂音, 也不晃动, 让很少坐电梯的侯卫东也明白, 这是一个高档火。 在电梯上升的过程中, 侯卫东心里暗暗地想着, 看来, 我已经得到助书记的认可了, 融入到他的生活圈子里去了。 走出电梯, 迎头就看见一位矮胖子双手插着腰, 声色俱力地训人, 被训的那个人足有一米八的个头, 他尽量将头低着, 不敢与矮胖子的目光对视。 你说说你, 啊?你怎么回事啊? 这个月的拨款必须要限制, 每个部门都在开口子, 没有计划的单子, 我怎么签啊? 我一律不签。 矮胖子拿过了笔, 龙飞凤舞地签了几个字, 几乎是甩给了高个子, 今天我给你一个面子, 下不为力啊。 矮胖子此时忽然看到了助言, 他不再理那个大个子, 连忙伸出了手, 朱书记,你好久没有来这儿了啊, 他老朋友忘了啊。 与助言说话的时候, 他笑容可掬, 让人如沐春风, 表情变化之快, 与穿剧变脸的绝活不相上下。 此时屋内已经有一个皮肤很白的中年人, 神情冷冰冰的, 他与助言握了握手, 便坐回了原位。 侯卫东心想, 这个人应该就是公安局方局长了, 身上果然有杀气。 助言, 老孔, 老方, 三个人坐在聚贤阁的客厅沙发上随意聊着天, 等着市委常委, 秘书长黄子弟。 侯卫东与另一位三十多岁的眼镜, 坐在远处, 眼镜主动伸出手来, 自我介绍, 我是财政局办公室的, 吕东强。 我是诸书记的秘书, 侯卫东。 吕东强是自来手, 咱们算是认识了啊, 以后, 小猴, 你到财政宾馆来, 吃饭住宿, 一顿免费啊。 正说着, 聚贤阁的大门被推开了, 最前面的一个人, 约四十岁上下, 戴着一副金丝眼镜, 气度颇为不凡。 助言, 老孔和老方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